哈囉,TK棒讀者們大家好 我是編輯紅獅 小米在今年三月發表了兩支我非常喜歡的手機 分別是小米13 Pro 以及小米13 那大家都知道之後還有一台小米13 Ultra 出來嘛 所以在大家敲碗敲碗的期待下 將將小米13 Ultra 終於正式在台灣登場啦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利用這次記者會的時間 來為大家快速介紹一下這次 小米13 Ultra 在相機拍攝上面有哪一些進步 以及分享一些我們之前測試的上手心得給大家參考 那就繼續看下去囉 那接下來我們就開始來介紹這一台 看起來相機鏡頭這麼大的手機了 好,之所以相機鏡頭會做到這麼大呢 因為它這一次不只用上了一吋的感光元件 連另外的長焦鏡還有超廣角鏡頭配備的感光元件也非常不一般 接下來就讓我們一一為大家介紹好了 我們來看這個鏡頭的部分 首先它的主鏡頭呢就是 Sony開發的一吋的 IMX989的感光元件 那它的畫素呢是五千萬畫素 另外三顆鏡頭呢分別對應到等效焦距12MM的超廣角 然後還有長焦75跟120MM 那它都是採用Sony IMX858的2.5分之一吋的感光元件 這在手機中就是全部的感光元件都用Sony的 而且都用到這麼大尺寸的感光元件的這點是非常少見的 加上畫素又提的這麼高 所以可以想見呢小米對這一款手機的期待也是非常的高的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拍攝界面 這一次一樣呢是和萊卡合作在整個相機鏡頭的模組上 所以你可以看到右上角這邊有一個萊卡標 那你按一下呢一樣就可以切換 萊卡生動跟萊卡經典兩種模式 那你從夏拉市選單這邊呢可以看到這一次的拍攝界面非常的豐富 它這次的主鏡頭啊除了用上了一吋感光元件之外 它還搭載了真正實體的物理的可變光圈 也就是說你可以切換F1.9跟F4.0兩種光圈 那F1.9拍出來呢就是背景的虛化會比較明顯 那F4.0拍出來呢就是背景虛化會沒那麼明顯 可是呢照片的畫質感覺會比較銳利 然後等於就是它現在提供了兩個不同的選擇 讓你可以依照不同的情境 下面去切換你選擇要選擇的這個光圈 那這個著名的萊卡符水印當然還是一定要有啦 那你有萊卡符水印之後呢我拍一張照片 你看下面這邊就會有Xiaomi 13 Ultra跟這個萊卡的標誌 然後這邊還會有你拍攝時的EXIF 那整體拍攝表現呢我會覺得它全焦段的這個拍攝都是非常可用的 除了剛剛說的超廣角拍攝然後主鏡頭拍攝之外呢 這次長焦鏡因為它用了In Sensor Room 可以把它想像成一種在感光元件上面做的無損變焦技術 所以呢不論是在這個兩倍的無損變焦或是說甚至到五倍 或是甚至到十倍的這個變焦上面呢 我覺得拍攝出來的照片都是非常不錯的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實拍的畫面吧 那在這個人像拍攝上面呢 它一樣有搭載這個大師鏡頭 你可以點旁邊這個選擇35MM或是50 75跟90MM的拍攝效果 那我們現在先來拍給大家看 這個是35MM的人文拍攝 那拍起來是這樣子的感覺 它下面的EXIF也會變成35 那接下來呢切換到50的玄焦鏡頭的話呢 我們再拍一下 就是這樣 它會有一點做出這顆鏡頭的邊緣的暗角啊 然後還有背景玄焦的感覺 然後我們再換一個75MM的效果 這個是我個人認為最適合拍 我們再稍微往前站一點點 對我們這個75呢我覺得很好做出跟背景切割的這種效果 你可以看到背景的虛化然後還有整體的這個拍攝品質 我覺得都非常的好 甚至比之前的這個小米13 Pro拍起來還更好 然後再來看看柔焦 好 柔焦的效果呢我覺得是稍微比較誇張一點點 但是就是如果你要做在一些比較不同的藝術創作上面也是挺有趣的 那講完主打的拍照部分呢 最後我們就來補充一下這次的設計還有硬體規格啦 那這次的設計呢小米13 Ultra 它是採用了萊卡M10系列的這個整體的機身概念 包含它的邊框呢採用的是一體成型的這個邊框 而且邊框的金屬啊有稍微延伸到這個機背上面 讓整體的強度更強 然後它這顆圓圓的標誌的這個主鏡頭模組呢 也就是跟萊卡相機一樣有這個圓圓的相機模組在上面 那機身的皮革呢它採用的是第三代奈米皮革 那除了呢打造跟萊卡M10系列一樣的這種手感之外呢 它也有99.9%的這個抗菌的技術 就是讓你這樣子拿著拍照的時候啊 不至於會很多細菌殘留在上面之類的 然後全機也支援了IP68的防塵防水 所以你要直接放到清水裡面去簡單清洗這些基本上都是沒問題的 那在規格的方面呢這次的硬體它採用的是 6.73吋的WQHD Plus的AMOLED螢幕 那這次螢幕呢特別強調它的色準是經過特別校準的 所以呢你在近期初的小米手機上面啊 在看小米13 Ultra拍出來的照片 這些畫面呈現的色彩內容都會是一樣的 然後處理器呢採用了當然就是旗艦級的處理器啦 它是高通Snapdragon 8 Gen 2處理器 然後搭配了12GB的LPDDR5X 然後還有512GB的UFS4.0的儲存空間 那跑分表現呢我們就在這邊呈現給大家看囉 再來是電池的部分 電池它採用的是5000mAh的電池 到40分鐘左右就可以全部充滿了 速度還是非常非常的快的 好的那麼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 關於小米13 Ultra的一些簡單上手跟現場測試的一些心得 那想要看更多的評測內容的話呢 歡迎上TikBong的網站上面看囉 那這支影片就先到這邊 大家掰掰 啊記得按讚點閱跟開啟小鈴鐺喔 掰掰 掰掰